很有鋼筋 縣府緊急找來挖土機開出一條小路給居民過 而苗栗銅鑼客屬大橋是知名景點 卻被亂到廢土 遠景調監視器發現 這輛一飲車半夜開到橋下 當時車斗蓋帆布 鼓鼓的研判就是裝廢土 沒多久開上來 車斗帆布陷下去 廢土全都倒去橋下了 遠景抓到邱信嫌犯 他分別在厚隆造橋投屋 和銅鑼等鄉鎮都有犯案 他開巨輛一飲車 車斗滿載大約能裝20立方公尺的廢土 一般行情處理費要5萬元 他亂到8次省下40萬元 可說是到一次賺一次 而他又低於市價 一次只收1到2萬的處理費吸引客戶 不乏所得約14萬元 他為了賺這一筆不易之財 亂到廢土危害環境 還讓居民爬背土山 警方偵訊後將嫌犯移送法辦 法院裁定羈押 華視新聞 雙中以吳曉青苗栗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